四年前以东方神企名义在大马举办演唱会的前东方神企三位成员金载中调友天极金俊秀 丑度以JYJ的名字来马宣传 在10月17号举行的记者会上 让媒体足足等了一个小时40分钟才开始 JYJ继新加坡后马不停蹄来到大马宣传 在记者会上金载中调友天极金俊秀笑容很少 马脸只有疲惫两个字 JYJ大马记者会规则多多 禁止发问关于东方神企以及前东家SM Entertainment的事情 另外所以摄影记者禁止使用闪关灯拍摄 以及在媒体只可在会上发问五道问题 JYJ在记者会上放话表示 有望来马开唱 不过一切还在计划中 可能会在明年的6月或7月落实 JYJ的歌迷大方又有爱心 在记者会上主持人宣布 歌迷以JYJ的名义捐出了1万美元 大约3万5千令吉 给世界宣明汇作为善款 让JYJ非常感激 而俊秀更不忘穿战大马歌迷都很好 很善良 JYJ这次选风式来马 虽然无法看清楚大马的风景 但三子还是希望有机会 能够再次来马好好享受这里的阳光 甚至拍摄宣传照 而俊秀还笑说 最爱大马的耶稣 希望能抽出时间 与一班朋友来马度假 正常歌迷也问到JYJ三人 成了歌迷的潮流指标 问到他们的看法时 他们都说 穿衣服最重要还是舒服 有衣服最大的 中文字幕提供 交出了一首作品 问到歌曲是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盖中说 不只是他的个人经验 同时也写出了很多人的感受 至于俊修还承认说 I can so 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亲身经历 至于专辑以The Beginning为名称 最传达的讯息 就是代表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The Beginning也收录了英文歌曲 俊修表示 自己不是受英文教育 所以很有难度 所幸有天的英文程度还不错 算是最流利的一位 在精神会上 也不忘充当方议员的工作 帮助两位团员 在记者会的最后 主持人也考验JYJ的语言天分 交了他们大马腔的 我爱你 到的大马媒体非常开心 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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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太简单了 你知道什么你刚才说吗? 阿贺 阿贺 It's time to bring the truth tonight No night